大家好,我是熱鬥遊戲的魔王城老闆雨鋒叔叔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如何在航海日記全速前進中 收集到不用課金也非常好用的船員 先提醒一下這一集是建立於上一集之後的內容 希望大家都可以參照我上一次製作的影片 先將等級提升到30等 了解新手如何快速跑上之後再來收集船員 首先,航海日記全速前進中有一堆參考於現實生活中 但名字又給他有點不一樣的角色 第一格要介紹的當然就是最多人推薦 位於順天府右三角永靈鎮的王露菲 進城之後一路走到城中最上方的擂台區 露菲將會在右手邊等你 一交談後,主角與露菲兩人馬上互看不順眼 接著你就會拿到只是因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的支線人物 點擊前往就會傳送到擂台上 擊倒露菲後再次與他對話 俗話說的好嘛,拳頭大的講話就比較有份量 但也因此知道露菲也有他的苦衷 原來他的奶奶握冰在床 於是王家就要去幫露菲去海上釣蝦 釣具在各個城市的雜貨店都有賣 接著在平南左側的海域停著釣魚 注意,請鎖定比較大隻的魚 將出蝦子的機率比較高 等到收集到10隻蝦子之後再交給王露菲 結果奶奶的病情更加惡化 玩家必須要幫忙找到惡夢果實 才可以完全治好奶奶的病 這個任務就有點小麻煩了 首先要到韓國釜山左下一點點的地方 檢取漂流瓶 接著從背包開啟 這樣才可以去接到這個支線任務 海賊王的寶藏 接著直接到坐標 1-147.5-148之間 以及N-52.5-53之間走走停停 因為每個人的寶藏坐標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給大家一個範圍自己找 如果停對地方的話就會有打撈的選項可以按 成功拿到惡夢果實後再回到永靈陣 就可以交給王露菲完成任務了 之後奶奶病好了 露菲也就快樂的加入商隊 如此一來第一位A級船長就這樣輕鬆入手 那關這樣就可以了嗎? 不不不不不 遊戲中一艘船上面總共有五個位置 分別是戰鬥用的兵掌 加快航行速度的航海士 降低開砲冷卻時間的砲手 增加貨艙量的庫管 以及人力最特殊的船長 其餘還有更高階的船衣、廚師等等的職位 最一開始的目標就是想辦法讓每個職位都有人上去站 除了船上的副官外 在宅船內的副官也有分成 伐木、採礦、收集、貿易等各項種類 只要使用B級副官 就已經可以去任何的60級以內的資源場所 如此就已經足夠用了 那如何要把人早期呢? 首先玩家只要完成新手任務 就會拿到球星好感物品 直接到天津位 領取匿麻豆 這樣就獲得到第二隻的A級副官 接著先沿著河道到印度北部的坎普爾 那邊有B級收集副官安迪尼 再到歐洲北方的摩爾曼斯克 那邊可以招募到B級採礦副官阿克巴 最後沿著河道走到俄羅斯的中心比爾姆 那邊可以募集到B級伐木副官凡代布 收集到這三位副官之後 唯一的目標就是趕緊衝到紫維士二級 缺資源的話 伯木在約魯巴環形牆遺跡刷 而尼曠斯在七夕雪風山刷 這樣你就可以擁有兩個序列可以生產 等到角色45等級後就可以去刷 波爾圖地中海哨卡副本 去刷到金魚玩偶 接著到黎波里 就可以去換取S級副官 牆尼 他的職位是船一 等到角色65級以上之後 再去嘗試挑戰黑鬍子大本營副本 刷到戰神符 你就可以到沃爾庫塔換取 S級副官哈羅德 他的職位是兵長 剩下基本的船員都會隨著 主線或支線的推進自動獲得 所以看完這次的攻略 你將會獲得兩隻的S級 兩隻A級跟三隻的B級副官 將這裡成為航海玩更進一步了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製作的影片的話 不妨幫我點個喜歡 好幫助演出玩法推動囉 也歡迎各項的留言批評指教 我是熱愛遊戲的魔玩程老闆宇鳳書 我們下回見啦 但是聽到不能浮來 旅程式 詳細刻 我聽聞為動画 還有再問談 成為 se了結束 我可以下載